在10月21号 新赛季CBA积木战辽宁主场 对阵山东的赛前 上赛季总冠军辽宁队 在主场球迷的注视下 领取了象征着冠军荣耀的 总冠军戒指 自CBA联赛成立以来 辽宁队终于在第七次 总决赛之旅中斩获冠军 成为CBA历史上 第七支获得总冠军的球队 我很遗憾 没有感觉喜悦 是因为马上要打比赛 如果这个是单独的一个仪式 我觉得我们会很开心 玩得很高兴 然后跟大家互动 但是我们马上有比赛要打 所以说我没有感觉了 确实这个戒指 我在网上之前也看了 然后今天拿到手 确实非常好看 然后我觉得我们的联赛 我们的联赛所有的比赛 然后所有的场外的一些 跟球迷互动 还有一些转播现在更专业 然后我觉得包括这些戒指 然后这种仪式什么 仪式感越来越强了 我们的联赛越来越好了 我很开心 总冠军戒指的顶部 黄金与紫色发廊 组成的辽宁队对标 居于当中 戒指右面镶嵌七颗宝石 以六颗钻石 环绕一颗紫水晶的设计 纪念辽宁南篮七次 打入CBA总决赛的经历 戒指的左面 则是每一位冠军成员的姓名 与球衣号码 从璀璨的冠军界 和冉冉升起的冠军旗中 不难看到我们的联赛 越来越看重仪式感 而更具品质的联赛 也将从这一刻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